什么样的东西 文法地图呢 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非常重要 第一个 第一 叫做你必须要抄笔记 好不好 你不能只是坐在那边看 你必须要抄笔记 那抄笔记这个部分呢 我会要你折页 对不对 我会要你把我们的笔记呢 折页 原因 这个叫做fold 你必须要去fold 就是把它折一半 那折一半的目的是 希望你呢 可以去运用好你的空间 不要把字写得很大 你把它认真把它抄完 抄好 抄好呢 我们再来进到所谓的 写我们的题目 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写 那我们的题目呢 也会录影给你看 所以两边一定都不可以扫的 那里面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点 是什么 就是我们抄笔记的部分呢 有一个我们这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色 就叫做心智图啦 心智图 那这个心智图啊 我们就叫做grammar map 我们就叫做文法地图 文法地图之所以特别是因为 我们把我们把一个一个的所谓的规则 把它变成是我们的图像啊 变成是一个 以一个图像的方式 我们大脑容易去记录的 去记忆的方式 所以我在这边我随口来讲说 比如说第一个单元 很快哦 我们的重点是主词加动词加受词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 句子的结构嘛 这就是一个句子 对不对 有主要的主角 有配角 那主角的部分呢 它有一个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这个句子 我们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动词 所以说我们就分成一句 一动词 我在这边就这样简单写 一个句子 一个动词 然后呢 动词会随着时间改变 所以说动词随着时间去改变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中文跟英文差距最大的地方 那时间怎么改变 时间有现在过去未来 现在过去跟未来 所以说每一个对照的时间 它都会改变 动词随着时间改变 后面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 这个时间要放在句尾 对不对 时间放在句尾 时间放句尾 放 时间放句尾 你看 我就很短暂的时间 我就让大家来 用图像的方式 然后呢 去伸出 这个主要的这个概念 伸出三个次要的概念 让大家自己去记忆 很快 非常快 然后用很多的句子 很多的句子 下去去理解 那我们讲到句子呢 我就讲回来 今天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就叫做 缩写输出 这个缩写输出是我们这一套系统里面呢 非常非常关键的地方 因为大家以前想到所谓的文法 大家就想到一直要抄 一直要抄 对 我也要大家抄笔记 可是抄笔记 我们帮大家做整理 做分析 不是让大家做单点式的了解 所以我们才用新制图帮大家做什么 整理分析 让大家一次就看懂 有 怎么多了这个东西 好 所以说 这样子加起来还不够 因为文法地图这一套系统 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做缩写输出 非常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我 随口我要来背一个小小短文 就是运文 1,2,3,I see a bee 4,5,you find a hide 6,7,8,he breaks a plate 9,10,she lends me a hand 我随口我就念出来了 那这叫做什么 我嘴巴输出啊 好 还有另外 因为我们的第一个单元 第一车第一个单元 我们就是在讲线过位 那我就随口我要来背一句 我们里面的一个练习 I ride my bicycle every day I broke my bicycle yesterday I will fix my bicycle tomorrow 我每天骑我的脚踏车 我昨天把它给弄坏了 我明天会修理它 有没有办法随口就念出一个这样的一个 三个句子连结的一个感觉就是 你已经在说英文了 我们过去 我们说在看这个录影带的各位 看看这个录像的各位 是否你就是只是一直在写却没有嘴巴输出 这是太重要了 你写所谓的翻译题也好 或者是句子重组也好 有没有用嘴巴输出啊 所以很重要的是你一定遇到了 只要是Marvin老师 比如说我在录影带里面我会计时 我在拍摄的时候我都会计时 我表演给你看 我做到了我才能要求你 你也千万不要说 因为你很厉害所以你做到了 不是我很厉害 是因为我愿意去重复 我非常的愿意 我觉得做到了我很有成就感 也希望你可以跟着Marvin老师一起来做它 好吗 所以说在这个三个点的这个都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文法笔记的三个重点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照做 一定要抄笔记 一定要画新制图 一定要跟着Marvin老师做缩写的输出 特别是口说的输出 就是叫做背诵 简单讲就是背诵 而且背诵不能慢慢背啊 想了半天终于背完了不对 我要现实让你背得非常的快速 非常的标准 非常的流畅 连想都不要想 就可以做到 就好像功夫一样